欢迎来到林老师课堂 一个财商的频道 这次我们要来讨论有关创业的事情 不懂这些事千万别创业 创业者常常因为不知道该做哪个决定 或是该走哪条路而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 此时唯有发挥深入研究的热情 才能保持领先 并从他人可能忽视的角度创造价值 美国每年有500万人创业 但其中近半数五年内便宣告失败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原因是大多数有志创业者 不知道自己有哪些盲点 因此一不小心就陷入代价高昂的错误和陷阱 事实上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成功所需的就是抓住机会 健康导师凯撒巴拉哈斯 Cesar Barrios很喜欢分享一句话 机不会飞展示翱翔的老鹰才会 创业者就像翱翔的老鹰 不拒一切风险 不断攀登新高峰 当面临事业最关键的决策时 别当一只胆小的鸡 作为创业者 在开始你的事业时 你必须选择是全新投入 还是渐进而为 为了降低风险 通常明智的做法是渐进而为 暂时不要辞掉白天的工作 然而 当机会出现时 就是该全力以赴的时候了 这是决定性的时刻 你必须决定自己是准备影响挑战 正是翱翔的老鹰 还是因恐惧而退缩的鸡 你的选择将决定你未来的道路 以及你是否能真正体现创业者大无畏的精神 请把这视频当作创业新手和老手的说明书 想想你第一次组装瓦斯烤肉炉 或自行车时花了多长时间 如果你再做一次 需要的时间可能不到一半 创业就是如此 我分享的经验将帮助你更快做出正确决策 并避免代价高昂的错误 接下来我们会分几个阶段 来说明创业到底要学会哪些事情 完整的内容 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视频 也不忘记订阅按赞 分享给想致富的朋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